这所学校可不是一般人 在这里上学带不带书都无所谓 但是一定要带足了筹码 因为这是一所用赌博和财力来区分阶级的学校 强者就可以高高在上 而弱者就会成为其他人的宠物 评论区输入交换夏天就会触发这个特效 不知道的抓紧去试试吧 这天学生会举行了债务整理大会 这是那些沦为宠物的人翻身的好机会 说白了就是通过赌博进行债务交换 四个人为一组进行比拼 然后根据排名顺序更换四个人的欠款 就会变成组里负债最多的人的欠款 如果是欠款最少的人获得第一名的话 他的欠款将会直接清零 蛇餐孟子和亚里两人都参加了这场比赛 游戏规则很简单 四个人每个人只能看到一张牌 另外一张牌其他三个人可以看到 他们每个人有十个不同颜色的筹码 每个筹码的金额是他们申请的金额十分之一 如果你申请了一个亿 那么一枚筹码就是一千万 最最重要的是 这场比赛最大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 也就是说大家可以尽情地出千 而跟孟子和亚里一桌的是眼镜男和短发妹 这个眼镜男也是奇葩中的奇葩 自己明明没有欠款 反而是向朋友借了一千万来参加这个比赛 目的就是能在比赛中赚点小外款 因为这样的比赛他已经参加了几十次 在他看来所谓的宠物就是一群无脑的存在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他所面对的蛇餐孟子是多么恐怖的存在 这是一场生死游戏 赢的人就能摆脱宠物的身份 输的人将背负巨额的债务 第一局眼镜男直接下注了一枚筹码 蛇餐孟子二话不说就跟注了一枚 要知道他的欠款可是三一千万 也就是说他的一枚筹码可是三千一百万 亚里认为他肯定是早上出门没吃药 于是直接选择了气牌 这一局孟子拿到的是散牌 直接被眼镜男的铜花碾压 嘚瑟的眼镜男开始嘚瑟起来 毕竟蛇餐孟子的筹码太值钱了 评论区输入推荐加上家乡名就能触发这个彩蛋 快来看看你的家乡有什么吧 第二局的时候 孟子和亚里选择了气牌 这让眼镜男再次直接通杀 嘚瑟的他开始更加嘚瑟起来 第三局由孟子做妆 于是他直接下注了一枚 风头正盛的眼镜男立马加注了自己的两枚筹码 因为孟子的筹码太值钱了 自己是绝对不会拿出来赌的 只见孟子呵呵一笑 直接加注了三枚自己的筹码 其他人瞬间被吓出了你手机里的第三个表情 要知道桌子上面已经有了五枚孟子的筹码 已经价值一一五千五百万了 眼镜男立马嘲笑孟子不会赌 如果这一把输的话 他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 这一把眼镜男是二合五的铜花 而孟子的十合四铜花直接碾压他 不愧是蛇餐孟子 居然用一五千五百万去换眼镜男的五百万 第四局比赛开始 这一局是亚里同学做妆 此时他的筹码只剩下了六枚 如果再不反击的话 自己就将做一辈子的宠物了 于是他直接下注了一枚筹码 输了一局的眼镜男也变得低调起来 跟住了一枚自己的筹码 蛇餐孟子也跟住了一枚眼镜男的筹码 这时亚里同学突然发疯式地站了起来 他可不想一辈子都沦为别人的宠物 于是决定破釜沉舟 再次加注了三枚自己的筹码 评论区输入报报自己就能触发这个特效 抓紧去试试吧 蒙逼的眼镜男有些蒙逼 然而就在他准备跟住的时候 却突然停了下来 原来上过学的眼镜男 已经看出亚里和蛇餐孟子是一伙的 因为大家只能看到自己手里的一张牌 如果他俩没有作弊的话 上一局孟子不应该知道自己拿到了一副好牌 所以说这一局也一样 肯定是亚里知道自己也拿到了好牌 才会压了五个筹码 看穿了他们诡计的眼镜男直接选择了不跟 这一局亚里同学获胜 就在眼镜男炫耀自己看穿诡计的时候 亚里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只见他打开牌一看 我的天哪 居然是两张散牌 眼镜男被气得连去年吃的小米粥都吐了出来 然而比赛还没有结束 究竟谁才是最后的赢家 让我们拭目以待 喜欢的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